然后很多网友在敲碗说 要不要穿着啦啦队的队服呢 去接机 我是觉得先不要了 因为我真的很怕被抓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代的最强啦啦队队长 这是网友帮我取的一个称号 但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不好 我应该叫做小代的最美啦啦队队长才对 那身为啦啦队队长呢 我每一场有小代的比赛呢 我都会守在电视机前面为他加油 帮他集气 然后为什么我能够担任这个 啦啦队队长这个角色呢 就是因为之前拍摄 Uber Eats广告的一个安排 然后那时候要拍广告的时候呢 我非常紧张 因为我是小代的球迷 要跟偶像拍广告 那个心情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很忐忑 结果没想到看到他本人呢 非常非常亲切 而且很谦虚 完全看不出来那种世界球后的架子 然后非常敬业 然后人又很nice 然后又很好聊 很好相处 所以难怪大家会这么喜欢他 然后为他疯狂 那我们拍摄那个Uber Eats广告的时候呢 有一颗镜头呢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肩膀上面放着一颗苹果 那小代要用羽毛球把那个苹果击碎 然后他在拍摄之前呢 他就在旁边练习嘛 结果你知道吗 他一球喔 他一球就直接命中那颗苹果 直接把苹果给击碎了 我现在在网路上面呢 也有一系列为他加油的梗图 在为小代加油 呐喊跟打气 然后很多网友在敲碗说 要不要穿着啦啦队的队服呢 去接机 我是觉得先不要啦 因为我真的很怕被抓走 那我之前都会传讯息给小代 帮他加油嘛 我最常跟他说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Uber Eats广告里面的一个台词 而且是他的台词 就是放轻松 我会叫他放轻松去享受比赛 就不要想那么多 一颗球一颗球打好 我们相信你 也请你相信自己 小代你是最棒的 爱你喔 cos 4 哈喽大家好我是何昊 millor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国祉 哈喽大家好我是薄姝 哈嘍 大家好 我是依依杰 一直覺得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啦 快了 你們這些人 別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